大家好,今天分享一道苦瓜草红肠 苦瓜有很高的食用价值与药用价值 多吃有益哦 准备一根苦瓜约200克 切开苦瓜去除内部物质 再把苦瓜切成片 对半切开红肠 如饰品所示进行切割 初步造型已经出来,这样的香肠需要三片 开大火,加800毫升水 4克食盐 再加5毫升葵花油 增强苦瓜表面色泽 水沸后加入苦瓜片 约三分钟后苦瓜熟了,把它捞出来 水煮后的苦瓜色泽鲜艳 去除了大部分草酸,有益健康 立即过凉水 最好是冰水 这样有利于保持苦瓜的绿色 现在开始炒苦瓜 30毫升葵花油 开大火煎红肠 为了健康我尽量少放油 所以用筷子帮忙让红肠尽量沾到油 一边煎一边检查反面 红肠要煎至的稍微焦一点 不仅外观变形程度高 花朵很漂亮 闻起来也会特别香 大约一分钟后,红肠煎好了 倒入苦瓜片 快速翻炒 经过水煮的苦瓜是熟的 翻炒半分钟就可以调味了 3克食盐 2克白糖 喜欢苦瓜苦味的 不加糖更健康哦 翻炒30秒 使盐和糖快速融化 最后加10克蚝油 进行调味 准备起锅 起锅速度要快 防止苦瓜变黄 开始摆盘 苦瓜表面稍微整理一下 现在可以上桌啦 香味浓郁 颜值超高 对身体有益 你想试试吗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 朋友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